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剧情片 火锅是盼金莲 影片一开场 我们的女主李雪莲呢 冒着雨来到了法官王雍道的家里 李雪莲说从颜值上来看 咱俩虽然没什么血缘关系 但也是拐弯抹角的亲戚 所以从伦理上来说 我还得叫你一声表弟 王公道说大姐啊 我能混到今天这五田地 靠的就是拍马屁 哎不是 靠的是实力和多才多艺 光长得好看进不了法院 你今儿的大老远跑来 到底有何功端 李雪莲说我要离婚 王公道说为啥要离婚呢 是你有了外遇 还是他找了小蜜啊 李雪莲说比这严重 你要是不管呢 我现在就去杀了千玉和那畜生 李雪莲说着掏出了自己的离婚证 王公道说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拿我们人民工夫开串呢 你这都离过婚的 还在这添什么乱呢 李雪莲说小孩没娘 说起来话就长了 其实当初我们是假离婚的 就是为了能在县城非议的王 可没想到房子到手之后 这孙子又跟别的女人们那儿密密 而且假离婚这事 还是我处的主意 你说我能见下这个气吗 王公道说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这事只能关心自己 经过法院的审理 王公道说 铁证如山你一点儿不怨 李雪莲一看 法院不替自己伸张正义 是越想越来气 于是便在一个越黑风高的晚上 拦住了宪法院院长的车 李雪莲说 王公道收处秦韵和的贿赂 制造冤假错案 你们必须把他给法办 院长说 这事你得通过检查院立案 如果你认为他的判决 跟真相有出误 你可以到市中院上诉 转过天 李雪莲又拦住了县长退合 这县长可是老油条了 一看情况不妙 虚晃一招仨子流 李雪莲一看 这县里没人替自己伸冤 于是就跑到市里去找报警天了 市长说 你们平时一个比一个能 怎么到市上 连一个农村妇女都摆不定啊 这省长马上就要来市长了 先把他弄走 有什么事过几天再说 紧接着镜头一转 李雪莲就被强行带上了车了 关了几天之后 李雪莲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回到家 李雪莲找到了潜伏秦玉和 他本想着秦玉和只要能认个错 道个歉 这事也就算了 可不管李雪莲怎么问 秦玉和不仅不承认的 还反倒把他给教训了一步 秦玉和说 你整天说我在外面 拈花惹草不搞乱搞 可你呢 跟我结婚的时候 已经不是出女了吗 虽然你叫李雪莲 可我怎么觉得你更像潘金莲 这李雪莲是婚前跟别的男人上的房 潘金莲可是婚后跟人通奸 害死的不大郎 这可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秦玉和说自己是潘金莲这件事 李雪莲无论如何是厌不下仇气 转场之后 李雪莲找到了长期暗恋自己的肉贩的老胡 李雪莲拿出一名单递给老胡 说你长得身强力壮把当要圆 如果不杀几个人 那就太浪费资源 你自要是把市长县长 法院院长秦玉和王公道干掉 我就跟你睡觉 老胡一看当时就吓尿 说亲爱的你可别开国际玩笑 虽然我整天梦想着跟你睡觉 但这件事我是真的做不到 李雪莲从此翻来覆去睡不好觉 于是他趁着开人代会 决定去北京讨幽工道 转场之后 李雪莲找到了在某宾馆做厨子的老同学赵大头 这赵大头啊 打上学那会就想跟李雪莲搞对象 现如今女神主动找上门 激动了她是心惊摇荡小鹿乱撞 由于李雪莲这件事被大领导知道 搞得省长非常的费动 省长说凡是涉及李雪莲这件事 领导干的 全都得追查责任 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放过 转眼十年过去了 因为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李雪莲仍在不停的报告 严瞅着又要开人代会了 为了防止李雪莲再次进京 领导委派王公道去做李雪莲的思想工作 王公道说从颜值上来看 虽然咱俩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但也是拐弯抹角的亲戚 李雪莲说我知道你当上院长了 全靠快马屁 哎不是全靠你多才多艺 你要是没什么功案的 就甭跟我这贴乱了 王公道说既然大表姐是个疾痞 那我也就小互动赶中直来直去 这再过十几天呢 又要开人代会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告状啊 李雪莲说今年我不告 我说到做到 王公道一听就笑了 说因为你这件事啊 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才都撤掉 你说你今年不告了 这是不是跟我绕呢 王公道离开李雪莲家之后 及时把情况汇报给了县长 县长说既然你们觉得 这个女人这么难办 那我就亲自去试试看 来到李雪莲家之后 县长说既然你不告了 那就写个保证书 签个字跟个手印 这样大家都省事 李雪莲说虽然我不告了 但你们也别给我下这个套 事根本就不是这么个事 我绝对不会签这个字 双方是你情我不愿的 最后是不慌而散 市长说你们的工作方法 过于简单阻报 这样能收到成效吗 我们的前任呢 就是因为工作方法不对 所以才被撤掉了 转场之后 市长亲自来到了李雪莲家里 可市长做了半天的工作 还是没收获 市长说我们应该换个思路 去做做秦宇和的工作 只要他能向李雪莲认个错 估计这事就过了 秦宇和说 因为李雪莲告状这事 我老婆都得了抑郁症 让我跟她道歉 简直是白日做梦 为了防止李雪莲去告状 县长派人24小时 在李雪莲家门口遵守 赵大头说 我老婆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我是整宿整宿的做春梦 既然你今年不告状了 那咱俩就赶快领个证 李雪莲说 咱俩的事还得先放一放 我今年还得去告状 在赵大头的配合下 两人顺利的逃出了县城 县长一听李雪莲跑了 当时就气得不要不要的 说你们必须把人给我找到 不然我就摘了你们都不上帽 赵大头说 看目前的情形 我们只能昼乎夜景 咱先找个旅店住 等天黑我们再看路 可两人刚一走进房间 赵大头就开始对李雪莲动手动脚 干柴烈火那还能够好 李雪莲虽然嘴上说着no no no 但身体却半退半就 完事之后李雪莲说 大头你这是强奸知不知道 不行我就连你一起告 赵大头说你就说妙不妙 李雪莲说你呀真反 简直是妙不可言的 赵大头说既然妙那就别告了 咱俩呀干脆回家结婚 然后踏得实实的过日子得了 李雪莲听从了赵大头的话 两人改变路线去了黄山 这二位游山玩水捅浪漫 县长那边可吃不下饭 他心里非常的清楚 市长说的话可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这次让李雪莲跑掉 肯定会摘他的屋上帽 就在县长心烦一乱的时候 法院的厅长贾聪明出现了 贾聪明说你看啊县长 通过我给赵大头做工作 李雪莲已经成功上当 答应不够状了 目前他俩正在黄山穷浪漫 等回来之后立马就会把事里办 县长说你这美人计使得挺给力啊 你这么做到底图的什么呢 贾聪明说我一直都想进步 可就是没出路了 县长说等这件事结束 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 转场之后 当李雪莲刚回到旅店呢 突然听到赵大头正在跟贾聪明通电话 李雪莲一听当时就懵了 原来赵大头之所以跟他在一起啊 都是为了给自己儿子工作管证 他其实啊是被赵大头给利用 李雪莲没到北京就病了 当他在市场里找表弟借钱还医药费的时候 被县长等人守株待兔当场就跟着 县长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突发事件 秦玉和前天开车送货的时候 由于疲劳驾驶 连人带车一起啊 掉进长江里里破坏了 李雪莲一听就懵了 说你掉进长江里一死 我算是挑紧黄河里洗不清了 李雪莲回家之后啊 感觉身无可恋就打算上吊两发汗 果冬王大白说大妹子啊 你这一蹬腿嫁喝西游了 我可就发愁了 我全靠顾客来这儿采摘挣钱 你吊死在这儿 我的生意可全完了 你要是真想死啊 可以到对面老曹的闺女 她那风水好又吉祥 保证让你上天堂 几年之后 李雪莲在自己的小贩馆里啊 遇到了过去的现场 李雪莲说当初说是为了房子 假离婚的纯属下班 其实啊 我们俩是为了要第二胎 可秦玉河那畜生背信弃义 竟然跟别的女人们的命 气得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了肠了 你说我惨不惨 我这十几年不停的告状 咽不下这口气倒是其次 主要是为了我那个未成型的孩子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押紧 没事别玩假离婚 搞不好就当了真 偷鸡不成十八米 奉劝大家长点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